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也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我在RT的阿语频道上 找到了他们对阿里胡塞此次视频专访的文字实录 这里把我认为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编译之后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同志和朋友 不妨先看看胡塞方面的看法 然后我再结合我的体会 聊聊我的个人观点 在我们深入讨论野门问题之前 我想先请教一下 你对不久前美军驻约旦基地预袭仪式的看法 据说此次袭击给美军方面造成了三死两伤 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我们认为这次袭击 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 美国对我们阿拉伯国家已经忽视了太长时间了 他们有失偏颇的中东政策 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太多伤害了 一切皆是因果循环 这个道理美国人应该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策划了对美军的袭击 但此次袭击无疑是印证了我们 一直以来都在强调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中东国家和人民 对美国与美军的恨意都在与日俱增 我们和美国人说 你们连你们的德州都管不好 你们德州连拉美过来的移民都接受不了 你们又怎么能够指望我们会扶你们的管呢 中东又怎么可能会接受美军万里迢迢过来 对我们烧杀抢掠呢 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现状 如今发生在加沙地带的人间惨剧 已经彻底揭开了美国那张虚伪画皮下面掩盖着的丑陋嘴脸 他们干的好事 现在连国际刑事法庭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的或许有道理 但是你认为这些事情和当前的野民局势存在关联吗 如果有的话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呢 如果会的话 你觉得美国是会因此而加强对野民军事干涉呢 还是说就此掩齐西谷呢 我们和美国人说 如果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拥有充分的勇气并团结一致 那么任何人单凭武力都不能使我们屈服 我们缺少的不是武力而是领导力 只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领着我们 我们就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将侵略者彻底赶跑 我们不缺武器装备 就算我们手里的枪比美国人的少 技术也不如美国人的先进 但只要我们能团结起来 我们照样可以把他们赶出中东 今天的中东已经不是昨天的中东了 这是一个属于反抗者的时代 我们胡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美军可以尽管放马过来 在我们看来那不过就是多了一堆可打的靶子罢了 你们封锁红海的行动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声称伊朗是你们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你觉得你们继续这么干下去 会不会引发对抗升级 万一要是引发了地区热战呢 美国人说的很多事情 都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觉罢了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的心里自有分寸 不会因为美国的说三道四 就发生动摇了 至于伊朗 伊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们要怎么面对美国的指控 那是他们的事 没错 伊朗现在在外交上确实陷入了困境 但是美国的外交形势 比伊朗的能好到哪去呢 无论是俄乌冲突 巴以局势 还是红海危机 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交出来的外交答卷 都可以说是一团糟 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美国了 它只敢欺凌弱者 比如加沙的巴勒斯坦百姓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挑战美国 不是因为我们比美国强 而是因为他们欺凌弱者 我们要为弱势者讨还一个公道 我们不能容忍加沙的人间惨剧 再这么继续下去 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尊重 哪怕只是为了他们能够吃上面包 我们都有必要和那些傲慢的侵略者抗争到底 有人说你们袭扰红海往来传播的做法 威胁到了地区的航行自由 进而殃及全球贸易安全 而这也伤害到了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中东国家的利益 请问你对此做何看法呢 你的说法有误 我在这里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 胡塞武装的红海封锁行动是有明确针对性的 在过去两个多月以来 共有4874艘船舶安全通过了红海 平均下来每天就有大约170艘 我们并没有为难这些船舶 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的攻击对象仅限于那些和以色列存在勾连的船舶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抬高以色列的战争成本 打破他们对加沙的隔离封锁 让食物药品还有干净的水得以重新运进加沙 美国针对我们的所有指控都是他们捏造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针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这场封锁行动给扩大化 最好是把整个国际社会都一块脱下水 但是美国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不会伤及无辜 除了那些以色列的船舶 那些开往以色列的船舶 我们谁也不打 最后我想再聊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 美国驻约旦的军事基地摆炸了 死了三个美军士兵 看上去中东地区的对抗似乎越来越激烈 不只是巴以和鸿海 很多地方现在都乱成一国州 无论是对抗烈度的升级 还是中东人民的怒火 你觉得美国政府往后还能遭得住吗 最近不是有媒体报道了吗 拜登自己都承认了 要是美国国内乱了 有人趁机对美国的老家发动偷袭 美国对此可能也支不出太多招来 因为美国的军队太分散了 世界各地到处都有 有些挨着俄罗斯 有些围着中国 还有些赖在中东 就和给小孩子派糖果一样 满世界洒的到处都是 搞到最后 最空虚的反而是美国国内 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削弱他们自身的力量 他们连阿富汗都拿不下来 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想再这么耗下去 美国国内的民意 现在也对战争很反感 而美国政府恰恰是最害怕这一点的 他们不敢顺应自己的民意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耗下去 但是错的就是错的 你硬着头皮做下去 它也是错的 美国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越远 到头来只会和美国自身的利益撕裂得越厉害 不光是军事 经济上也同样如此 RT对阿里胡塞的采访部分就到这里 接下来该我谈谈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的看法 说到这次美军驻约旦基地遇袭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 以往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挨了仗 美国那边透露出来的消息 都是多少多少个美国大兵被炸得脑震荡了 最多也就是受点轻伤 我还真没见美国政府有大大方方的公开承认过 他们有因为这类突然袭击而出现人员死亡的 自2020年初 伊朗发动烈士苏兰曼民行动以来就是如此 在我的印象中 这次的美军驻约旦基地遇袭事件 好像还是过去四年来的头一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偏偏是在德州乱局愈演愈烈的这个节骨眼上呢 对此坊间有一种偏阴谋论的观点认为 这是美国媒体为了配合拜登当局 转移美国国内舆论对于德州乱局的注意力 而特意抛出来的一颗烟雾弹 说烟雾弹可能都还不太准确 因为他们报道的毕竟是美军士兵死亡的消息 这事应该是真的 他们相当于是用一桩更劲爆的新闻来复写了原来那桩劲爆新闻的热搜 就像我过去长打的那个比方 你要怎么着才能在短时间内扑面草原上燃起的熊熊野火呢 答案是把远方大海上风暴给招过来 美国媒体是懂议程设置 这就是经典的议程设置的玩法 你别管把风暴招来之后怎么办 我就问你这么做有效果没有 如果没有 那就说明招来的风暴还是太小 如果死了三个美国大兵 还不足以转移大众舆论对美国国内局势的焦点的话 那保不齐美国媒体下一波还会再甩出个更劲爆的新闻来 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 但是这毕竟也只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 具体内情如何 除了美国政府自己恐怕谁也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美国倒是真给我一种感觉 它就像是一个自顾不暇的救火队员 俄乌的大火还没扑面 巴以牙又窜起来一团 袈裟城的硝烟还没平息 红海上的西方货轮又挨仗 还没等美国的导弹飞起来 结果国内的德州又闹起来了 你美国就算是牵手观音 也架不住有十万只跳蚤要摁呢 摊子扑得太大了 家里遇到事的时候 想收你都收不回来 人类历史上多少鼎盛一时的王朝帝国 最后不都死在摊大求全上吗 从罗马到大唐盖末能外 美国能冲破这个历史周期率吗 且不说我这个中国人信不信 你去问问人家胡塞 你看人家信不信呢 冲锋之衰 不能起毛雨强弩之末 不能穿乳稿 不得不说 胡塞这一步棋真是吓到美国的痛点上 把美国政府那点患得患失 投鼠忌器的小心思 全给摸得一清二楚 叫你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限你于不仁不义 不干不干 不知进退之地 阿里胡塞对眼下美国的那番评价 我觉得不仅适用于中东 同时也适用于全世界 你连德州都管不明白 还怎么管得了中东 你连中东都管不明白 还怎么管得了全世界呢 欧冲突 巴以局势 红海危机 我有一种预感 所有这些烂摊子 美国最后恐怕哪个都收拾不了 2024年不仅是美国的大选年 同时可能也将成为 美国国事的转折之年 美国在那些次要方向上的折戟成沙 未必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结束 也未必就意味着结束的开始 而有可能是开始的结束 风起于清贫之末 山雨欲来 不知美国的帝国大厦 此番又要在这 漫城风雨的反复拍打中 舍掉几根顶梁柱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